这个哀草啊 是中国咱们中医里面 不可替代的一个宝贝 自古呢有那个 针 灸 灌 杀 导饮 方济 有这种称呼法 其实这也是中国中医里面的五个大象 分别是针就针灸 然后灸就是哀灸 其实针灸针灸啊 它其实针和灸是分开的 但现在呢 变了 变成针刺了 也就是现在的针灸 为什么效果会比较差 它变成针刺了 不是变针灸了 以前的那个针灸啊 就是针加灸 针炸上去以后呢 再把一段哀草放在上面去燃烧 它为什么这样做呢 因为针是起疏通作用的 但是哀灸呢 它这个把这个能量通过这个针啊 给它传导下去 起到疏通 因为很多人的这个酒病啊 它堵下的比较厉害 当这个针下去啊 它疏通效果差 它要借一把火 所以要针灸针灸 那么针灸灌 灌呢就是拔灌 刮沙 导引呢就相当于就是一种意念 就是限定于就是练功的意念 或者导气啊这种导引 这呢就比较复杂 以后有大家有兴趣 我们比如说练练打坐站桩啊 我们学学导引书的时候呢 我们再提起这个一个导引 这个也是中医的一种方法 治病方法 后面呢 就是我们要知道那个中药 其实从古中医来讲的话 它是把这个药放到最后面的 所以自古有讲法 就是一针 二灸 三中药 能用针的 我们就用针 能用灸的 就是灸 不行的话呢 我们再用药 药其实是放到最后面的 但是现在呢 人呢往往都懒了 所以说话就说 嘴巴一张 一喝 就完事了 这个问题就解决了 其实 很多问题啊 不是那么简单的 不是说你喝点药 就能解决很多问题的 所以 能用药的时候啊 其实基本上都已经是 没有办法采用药 就做方法去解决这个问题了 所以自古叫一针 二灸 三中药 但是这个针法呢 药法呢 其实没有那么简单 它说起来的话 要学一段时间 但这个挨灸呢 其实大家都可以拿来 就可以用 因为你再蹦 就一点 放在身上 比如说一点放在身上 这个地方不舒服 哎呀我这样灸一灸 哎 一分钟就会了 但是你说拿个针 让我自己身上去扎 即使懂的人啊 他也不敢往自己身上扎 有点害怕 药呢 所以说 那么多种药 我到底这个病 用哪种药 说句实话 也是比较复杂的一点 所以这个灸呢 是比较简单的 所以当年 前两年我回中国以后啊 我就在想 哎呀 有什么办法 就是大家可以用 最简单的方法 自己可以做自为一个保健 所以呢 花了一段时间 开发了两个产品 第一个产品呢 就是这个艾鳩 第二个产品呢 就是刮杀 所以 跟我在一块的老员工啊 老医工 他们都可以知道 就说 我们还有一个刮杀版 这个刮杀版呢 我们也是花了很多时间的 心血呢 就是 就研发出来的一个刮杀版 就是因为实在太忙了 产品出来以后呢 我们一直都还没有 上架上线 未来啊 慢慢慢慢的 也会上架和上线的 好 那么我们说到这个 艾鳩 艾鳩在我学中医的时候啊 我就被这个东西啊 给迷住了 为什么这么说呢 我觉得这个东西啊 第一个 拿到手机个 我的味道特别香 这个味道很芳香 是从小啊 对这个中草药 就特别迷恋 所以当第一次 拿到艾鳩的时候 我觉得哇 这个味道这么清香 然后呢 一揪以后 哎呀 这个经络马上就打开了 这个地方马上就关得 哪样样的 很舒服 所以那个时候呢 就 很感兴趣这个 艾鳩 因为艾鳩呢 它还有个特点呢 当我们以前听说过 就是说 叫做 七年之病 三年之癌 什么意思呢 就是 这个病七年 我们大家都知道 那肯定这个病 是已经很长了 对吧 其实已经慢性病了 人就说 哎呀 我这个 这个腰不舒服 哎呀 很多年啊 大概已经有两三年 三四年了 就这个样子 那么我们都知道 那就属于 长期慢性病了 还有人说 哎呀 我这个膝盖一直不太好 以前小的时候 可能摔过一次 还有这个关节 小的时候扭过一次 等到慢慢年纪大了以后 冬到天气一冷的时候 就不舒服的时候 那么这些呢 都是属于一种 慢性病 可以说是一种 外病 我们叫外治法 那么外治法里面呢 其实像这种 时间长的 慢性的 你过去扎针的 它不是一次两次能扎好 但是呢 你可以用爱揪 可以自己没事 可以多做做的 因为你要扎针 你要来回跑 还要找医生 还要花费 得好几次 而且 有的时候啊 这个病啊 时间长了以后啊 它比较深 所以有句古话叫做 什么呢 真之不道 要之不及 方能用咎 就是真 它可能这么短 它有些地方 它到不了 对吧 像很多人的膝盖 现在很多人膝盖的问题很多啊 年纪现在很多女孩子 年纪现在时候穿了个裙子 对吧 等到老了以后 这个关节里面 寒气都在里面了 它就慢慢就不舒服了 所以叫做真之不道 那又为什么要 要之不及呢 很多的中药 喝下去以后 进入到血液里面 进入到血液里面以后呢 通过血液的循环 再达到病灶 但像一些 比如说 膝关节 它里面的血管 很少 血液 很难到达这个部位 这个里面都是一些经键 筋膜的地方 所以喝进去的药 是很难到达这个部位 所以我们很多人说 很多膝盖不好 说哎呀买点盖补补 我告诉你们 这都骗人的 都是骗人的 因为你这个地方 根本血液循环都比较差 都是筋健筋膜 吃进去的药 根本到不了这个病灶 所以我没有听说 哪个人的膝关节 说喝药喝好的 所以我们当然知道 习惯就不舒服 本能反正是想什么 就是推拿呀 按摩呀 推个药膏啊 对不对 这个呢 是还是有效的 叫外滋法 那么这个外滋法里面呢 埃救的作用效果 是非常非常显而易见 很明显的 因为埃草 首先第一个 它可以透过皮下 4到10公分 好的埃草 它可以透的深度 会很深 插的埃草呢 它就在表面 有一种温热感 它没有这种 渗透性的去的效果 这就是你可能 几块钱的埃草 跟十几块钱 甚至更贵埃草的 不同区别 所以说埃草 它有一个渗透性 它可以 点燃以后 透过皮下 4公分 到10公分之间的距离 那如果差得埃草的话 它只能在表面 有一个温热感 它没有渗透效果 第二个 很多不舒服的地方 基本上这个地方呢 是预复的 预复的部位 它有个特点 就是说它血液循环 一定是不好 它的温度 体表温度 一定是低于正常温度的 那么我们通过这个埃草呢 在表面往下渗透进去 它的温度会提高 温度提高以后呢 我们的血液循环会加快 这个地方的预复呢 它就慢慢会散去 像有些人 那个不小心扭伤了 我可以说爱救个一两次 基本上就就好了 就没问题了 当然年纪大一点 病的时间比较长一点 像有些人六七十岁了 一些关节问题啊 可能多二三十年都有了 这个呢 那就需要点时间 反正每次做完 你就会每次都会舒服点 多做几次 慢慢慢慢它就会好了 你要去靠吃药 去扎针 一浪费钱 第二个呢 收效甚微 第三点 埃草呢 它有一个疏通经络的作用 它还有经络传导的作用 所以它就是非常非常分析之处 就是它除了有渗透作用以外 它还有温热作用 我们叫做补羊作用 还有一个就是说 它有一个疏通经络的一个作用 所以我就非常推荐 大家爱上 因为现在人的特点就是说 很多人都经过堵塞 很多人阳气都不够 很多人 预读得比较厉害 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问题 现在的人啊 肿瘤癌症是不是很多 肿瘤癌症的人都有个特性 就是它的温度 身体温度 要比常人的温度 要低一些 那反正来讲的话 健康人温度 它是不是温度就比较高呢 是的 健康人的 它的体温 一定要比那些 病人体温 要高 所以有的人说 见面 看看人的脸色 红光满面的 那不错 气色挺好的 对吧 血气充足啊 身上感觉有个热嫩 握个手一握 哎呀 这个手很暖和啊 这说明这个身体很健康 相反 你去握一个人的手 手是冰冷冰冷的 那这个人肯定阳气不够啊 那这个人肯定 身体有问题啊 轻则亚健康 重则的话 这个人以后 可能身体里 要么长这个地方 长东西 要么那地方就长 那个东西出来 很多 现在十个人里面 我可以讲 八九个人的阳气啊 都普遍都不足 都普遍不足 大家看到我们这次的药里面呢 效果也非常好 最近这里面呢 我再说一个 一万化 这是大家做前期工里面 可以看到 我们这个药呢 在治疗性股份方面呢 效果非常显著 其中很大 这个一个作用就是说 我们在药里面 有温补肾炎的作用 因为你生病 只能说你不健康 阳气不够足了嘛 对不对 你生起一个 很健康的人 你怎么可能会生病呢 所以我当时看了 很多老中医 包括武汉的老中医等等 开了很多很多方子里面 有症壳的呀 有退热的呀 有调理脾胃的呀 什么区域市里 有很多的 唯独我真的是 能见到哪一个人 开了一点温补肾炎的 因为像个这个病 在冬季 你看现在我们冬季了 爆发的也是很多的 对吧 武汉当时也是冬季 可想而知 这个病跟季节 是很有关系的 天气冷的时候 爆发比较多 所以大家看到 到那个七八月份时候 全球基本上都很比较淡 零零星星的 就没那么严重 不像现在呢 比较严重 因为为什么呢 凡是病 都是邪气 都是阴的 那么他们怕什么呢 就怕羊 这句话叫邪不胜症啊 包括我就说 阴邪的东西啊 他最怕的东西是什么 最怕就是羊气的东西 病得越重 邪气越重 那么我们越需要用 正气来提振它 所以在 知道这个疾病过程中啊 我们用的一个方法 就是说 温补生阳 那么IgO呢 在日常人 这样 因为现在很多人 他阳气的不够 作为保健来说 是很好的 作为治病来说 也是非常好的 我本人 每天 如果说不是特别特别忙的时候 我都会花一点时间 自己做个IgO 我做IgO很简单 因为自己一个人做嘛 要忙工作 所以呢 你看我 像我这个手上这个盒子 这是我用的很多种 这种盒子呢 是我用到现在最方便的 它是有旋痘 因为IgO里面呢 他知道方法里面叫旋痘 旋痘是什么意思啊 我这个部位 我拿到这里 这个叫旋痘 这个效果是最好的 其他的方法呢 还叫卖力痘 就把那个IgO拿出来一点点 然后皮肤上面放一点姜片 再放的艾草叫隔姜痘 然后姜不用呢 骨头呢 就直接拿个艾草的 放这边去烧 就很烫 但是它一点点 还可以忍受 但是可能会烫个疤 所以叫卖力痘 也叫疤痘痘 直接刺激这个地方 所以在中国 现在很多人 尼泊尔 很多西藏 他们还是用了 这种方法去治疗 效果很好 缺点就是什么 留了个大疤 所以很多身上 都是很多烫的疤 但这样呢 比较痛苦 而且这样呢 容易感染 而且造成不卫生 所以这种方法呢 我们现在已经都不用了 取耀代之的话呢 就是旋痘 或者隔娘痘 所以像这种盒子的话 大家有机会可以去找找 因为它之间还有一段距离 是空隙的 然后把艾草的放这里面 然后这里面还可以放姜片 可以起到一个隔江灸的一个作用 可以调节大小 封门 然后哪个套子套起来 紧急不舒服 放脖子后面 腰不舒服 放后面 肠胃不舒服 放前面 很方便 所以我出门在外呢 我一般来讲 我的针 还有这个 我是不管走到哪里 这两样东西 我是必备的 走到哪跟到哪 几十年了 拍了很多作用 非常好的一个作用在这里面 这就是我平时随身带的两大法宝 我的左膀右臂 就是靠这两个东西了 所以我这些年夏呢 说句实话 我几乎是从来不会生病的 身体非常非常的健康 就是有这两个宝贝跟着 其中最主要的就是呢 那个爱揪 因为爱揪我不影响我工作 针灸呢 我可能就不能动了 所以挨草呢 我用的是非常非常多 那么挨草呢 在十年前 我是中国第一批啊 这个考这个相关证的 那个时候呢 我就经常喜欢收集爱草 只可惜啊 现在市场上卖的爱草呢 99%都不好 因为我刚刚讲说 七年之病三年之癌 越是 时间长的慢性病 我们越是需要 年份比较久一点的 爱草 但现在的一个特点是什么呢 我们基本上买不到 所谓的成年癌 外面很多时候三年的 五年的 七年的 九年的 十年的 对吧 甚至还更多说十二年的 我跟大家说句实话 能买到两年都差不多的 良心好一点的 买个两年的都已经差不多了 基本上很多 其实都是一年的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 这样一个问题 我跟大家讲 还是成本问题 像我们去南爱草 我的成本价 都要一万两千块钱一吨 当年的爱草 很便宜啊 五千块钱一吨就可以了 差了一倍多 为什么会这么好呢 因为你爱草收割下来以后 你放三年 它的水分就很干很干 我们测试过 当年的爱草 如果放三年 差不多 它的水分 跟一年相比的 会少百分之 二十左右 也就是说 比如说你五千块钱买的 你三年之后 你就不见了一千块钱 一千块钱没有了 第二点 爱草你放在 储藏地方 你得住仓库吧 这是第一个 第二个 它在这个发酵过程中 它会出现很多水汽 你还得找人去把它 经常翻动它 空气要流通 你不翻动它 这个存化过程中啊 它有这些水汽 然后就造成这些草药发霉 你发霉了就会有个霉味嘛 对吧 而且霉斑 人家一闻味道 本来是爱草这个清香的味道 这一闻都是一个霉味道 那谁会去买你 就没人买你了 所以他还要找地方去存放 还得找工人 所以经常地给他翻动它 你不要认为 这翻动东西很简单 一包挨草 差不多是两百斤 仓库 都是很高的 因为你仓库面积很大 那些成本就贵啊 所以你要找仓库 要比较高的 战地可以不用太大 然后堆放起来 所以不定期的 这两百斤的爱草 堆得很高 它要从最下面 放到最上面去 这个是一个重体的活 对吧 最上面的一层层拿下来 然后把最下面的一层层 在这叠上去 要这么周转下来 这个体力工作量是非常非常大的 因为爱草的存放过程中 如果天气不好 经历比较潮 很有可能这些爱草就发霉 就损耗掉了 所以因为这么多因素 就很多人就没有去做 而且做爱草 也不可能只买一吨了 定起来都可能十几吨 二十多吨三多吨量很大 对这个资金周转来讲的话 它也是很占资金的 所以基本上 我可以跟大家讲 几乎是很少 第二个 爱草的加工方式 大家看到很多爱草 它的颜色是金色的 很漂亮 摸摸是很柔软的 这些爱草呢 基本上都是高温考过的 高温考过以后 它的药性 就会流失掉 百分之二十五左右 另外 现在很多人 它为提高产量 都是通过 机器加工的方法 去这样做的 这个机器加工方法以后呢 它的好处是什么 快 基本上 一公斤的爱荣 可以打到 将近零点九公斤 出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 埃草 这里面我们的埃草条吧 里面用的是埃荣 这个埃荣 它这个埃荣啊 是从埃草当中 加工出来的 我们手工的 这个埃条 我们一吨的产量 加工出来 只有大概三百多公斤 损耗也是比较多的 因为机器 你把埃草都扔进去 它高速一打 然后一卷就进去 我们这个 是在打的过程中 里面的杂质 埃梗 经脉 都从埃液中分离出来 它占了相当一部分的 重量和体积 这些都要去除掉的 剩下的这个埃液呢 在反复的垂打过程中 提炼出的这个埃荣 再也要去过滤 一些灰啊 渣渣去掉 所以最后能做出来的量 就相当少 另外 那个定过我们的埃草 你都知道 我们这埃草呢 其实做的还是比较粗糙的 不像机器呢 它是机器做出来的 因为机器的好处就快 但缺点什么呢 因为它快速把这个埃荣 给它卷起来 所以他们用的呢 都是快速粘合的化学胶 因为埃草都很紧啊 它马上卷 要涂胶 要把它固定住 所以它用的很多化学胶 化学胶呢 它燃烧过程中 一燃烧 它就出现了很多的 这种化学味道 另外呢 大家发现在燃烧过程中 就是比较 当年的埃草 因为它水分还比较多 没有干透 它燃烧出来的烟呢 就特别多 就像像浓虫里面 烧柴虎一样的 这个柴虎比较潮 不够干 一点啊 这烟啊 就特别多 那么我们这种呢 它用的呢 都是糯米椒 粘合的比较慢 卷制呢 又会比较慢 不像机器 咔嚓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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量加工的 我们是一直一直 这样卷起来的 所以 用的是糯米椒 产量呢 就像米椒就弱 就少 而且它的粘合性呢 就会比较慢一点 不会那么快 同时 大家还要注意点 我们的这个纸张呢 用的是 爱叶子 就本身也是 爱叶的一部分 但是外面很多呢 是用一些 牛皮纸比较多一些 这里大家也要 可以作为以后来去鉴别 所以大家以后看到很多 麦椒桥啊 这个颜色是金黄金黄的 非常柔软 然后味道呢 很强的那种 这种呢 基本上它就当年的了 手工做的 它不会那么细致的 因为它是要手工挡 加工出来的 它会有一些 因为那么柔软 甚至还有一些 清过的一些杂质在这里面 因为它是锤打 墨这种方式去加工的 它不会像机器 一分钟达到几万次的转速 把整个 埃叶埃梗 加工得非常非常的细 不会的 那么这个呢 我就介绍了一下 就是说 如何去 鉴别 这一个埃潮的 好坏 那么关于 很多年份方面的问题呢 这个呢 我跟你讲 你既是一个再专业的人 他也要去闻 去 点燃 看它的烟味 看它烧出来爱灰的颜色 然后再亲自去试一试 看看效果 怎么样 就像这个茶一样 可以看看 闻闻看看 颜色 闻闻味道 但最主要 还是要你去喝啊 埃潮也是一样的 你最主要 你要去闻的 你去试啊 你不去试 你不知道它到底 这个品质等级 怎么样 对吧 就像这个跑车 你要去开一看 才知道 哦 它的速度要多快 试一试 它的车 哦 才知道性能 好不好 所以这个要去试的 所以大家在 很多之前 那个我们亚生群里面 我们一些 那个义工啊 他用了以后都说 哦 真的不错 所以有义工说 我用了那么多年下来 基本上外面都买过的 我们这个特别好 是的 因为我们这个做法呢 就不惜 学本 不成本 我们不考虑 这些利润的东西的 对吧 我们就考虑就是 一点 它是不是能达到我的要求 是不是它的品质 能做得比较好 这个才是我们 比较感兴趣的 要点 所以有些东西啊 涉及到 那个 买卖 涉及到利润 这些东西的生活 往往这些东西呢 它性质 就变性了 那么我现在就刚才讲的是 这个 这个艾草的那个鉴别 因为今天内容比较多 那么艾草关于鉴别方面 大家 听明白了没有 就是需不需要玩了 你什么问题要问我 我再给大家补充补充 有没有 我再留意了 那个地方 那你这些东西呢 就是这个地方 那我再给大家看